好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 我们右手边的几位 首先从这可爱的佳妮开始 大家好 我叫王佳妮 来自湖南长沙 然后我的职业是一名 儿童睡前读物的配音员 声音蛮适合的 那您现在可以跟我们 用您的声音跟小朋友们 讲这种睡前故事 跟小朋友讲睡前故事的时候 语速一定要慢 首先 要慢 因为太快了的话 小朋友会听不明白 然后语调一定要夸张 从前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森林 里面住着一个好可爱的小女孩 听到我现在都想睡了 其实我跟我们家小狗 讲话也跟你一样 真的吗 我都会说 天蹦哥哥你们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我很浮夸 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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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好可爱呢 因为他们才会觉得不一样 然后被赞美了 然后被赞美了 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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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的声音 所以才能当儿童睡前读物配音员 那你想不想拥有像小朋友一样水润的皮肤呢 想 我们的寒树澎湃水就有聚水光 聚水光让您的皮肤水润起来像小朋友一样的皮肤好不好啊 好的 特别特别的可爱 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电视间所有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记得在自己的宝宝睡觉之前可以跟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亲子互动 好谢谢您